这产生的状况 但是还是不能见死不救 昨天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一个夜孝生骑摩托车回家途中 经过路口 被小货车迎面撞上 当场倒地不起 小货车溜了 而这个时刻呢 这个路续续 十几辆汽车机车经过 却没有人肯停下来 帮帮这位夜孝生的忙 最后终于有一位驾驶人非常好心 先把他的车子整个打横了 不要让其他车子晚上看不清楚 再继续撞到了夜孝生 赶紧报警处理 时间是4月27号晚上 一名就读基隆商工的 余姓夜孝生 骑着机车要回八度 就在经过这个大十字路口时 一辆货柜车要执行 夜孝生眼看前面还是绿灯 执行通过 没想到就快经过路口时 一辆自小货车突然左转 迎面撞上 学生当场被撞飞 不过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 陆续经过这个路口的车辆 却没有人力 还好有一名阳性驾驶 怕学生再被其他车辆碾过 赶紧将车打横 等待救护车前来 有些包案人他很热心包案以后 到最后是变成家属怀疑他是嫌犯 到最后虽然是证明他是包案人 但是他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过程 来证明他不是嫌犯 所以说这是造成现场民众 不敢包案的主要原因 而肇事逃逸的小货车邓兴驾驶 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在28号凌晨投案而被撞得鱼姓夜笑声 因为头部重创送移后仍然宣告不治 三里新闻 林俊华 基隆报导 三里新闻 基隆报导